欢迎您继续关心港督新闻 前景区公所 形作当地的街道特色 在新田路上选定了建筑 进行墙面彩绘 现在每一面墙都拥有自己的主题 包括有非洲草原自然生态 还有中式的石靴子等等 非常的美丽 而当地的里长 更邀请李明之公一起来参与 为社区营造新一份心理 用心的整理画有彩绘小花的花台 要将自己种的盆花 呈现最鲜艳动人的模样 这里是前景区的文西里 在招待所四周进行彩绘过后 里长开始邀请有兴趣的李明 自行任养花台 也获得了不错的回响 对啊对啊对啊 大家都是 大家都很热心的种 是不是之后可能要办比赛 对啊 里长有这样宣布啦 宣布说要办比赛赛 大家都是好像很热心的在做工艺 从最一开始的各式鸟类彩绘 到画有鹿 斑马 大象的非洲草原 另一面则画上了有震煞 并且象征的石狮以及红灯笼 墙面的另外一个角落 还有搭配一旁店家绘制的卡通猫造型 一路彩绘到完工 获得不少人的喜爱 我想我们做的是非常成功 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满啊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包括我们二三五项 整个项道的那种营造工程 那曲工所这边已经帮我们路面 那种美化已经做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做的就是继续的彩绘 然后再加上一些传统手工艺的摊位的进驻的话 我想我们这边营造出来的特色 会跟人家不太一样 以形塑整体街道形象为概念 文西里里长赖永春未来更打算 将这座充满彩绘的招待所作为中心点 结合更多有兴趣的里民投入彩绘 终花的行列 要将里周边的风景打造的更美更突出 港路姓黄吉仙旅中益 采访报导